由民间企业所占助已经迈入第五届的单车天使神舟圆梦公益之旅 在21号这天启程出发 在行前活动记者会中35位小朋友齐聚一堂 因为接下来他们就要到中国大陆展开14天挑战1000公里的单车之旅 心情是既兴奋又期待 企业占助的第五届单车天使神舟跨海圆梦活动 21号下午举办行前加油仪式 这35位的小勇士将用14天的时间 在中国大陆三省骑1000公里挑战自我跨海圆梦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波动 我也相信在座各位一定是精销细线 骑完1000公里一定是没什么问题 大概是小case 可能就是在很短半年时间时间要练出来 那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那可能会骑得很辛苦 可能会骑到你后悔不来 当你出现这个的时候 然后到最后站就到苏州 那完成我们1000公里的整个历程 骑车很酷然后很想要骑车 然后刚好在学校看到这样子的活动 然后就很兴奋 然后也很荣幸地参加这次的活动 听到我要参加这次活动时 我的心里非常的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我终于能像动漫人物一样 帅气的骑车 帅气的溜滑 挥洒着汗水 平常就很爱骑单车 对于这次的挑战很期待 主办单位这次共选拔出了35位的学生 经过半年的训练 这一天就要出发 对挑战1000公里 学生们很感谢企业赞助 让他们可以跨海骑单车 而对于这1000公里 他们觉得可以克服 当初觉得自己可能没有这个体力 不过在学校训练之后 觉得1000公里 只要有信心的话 一定可以达成的 希望能挑战看看 自己的极限 1000公里来说的话 是感觉还好 分15天来说的话 学校及家福中心 也致政了感谢状表示感谢 而现场也进行了授旗仪式 22号他们会在浙江御环 正式开启 上海单车旅程 35位台湾青少年 将和15名的大陆青少年一起 沿途行经上海 杭州 苏州 14天内 骑1000公里 这场慧玲 细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